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 大家好,我是尤诺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少林寺 想要少林寺的原因呢 是因为纪念年初的时候我去观光了一趟 我的习惯呢是如果观光的是文化古迹的话呢 我就会顺手查一下资料,了解一下背景 结果这一查就好像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一样 就是少林寺的故事那可真是太多了 从建筑到佛教文化到历史 我可能几天节也讲不完 那么提到少林寺大家会想到什么 是李廉洁的电影《少林寺》 还是有关现任方丈、适用性、包养情人、购买豪车 还是有私生女的这个传闻 我发现很多人啊跟我一样 对于少林寺的印象就是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收取门票的这个旅游景点 更像是一个生意场所 好像少了宗教场所那种浊然事外的神圣感 正好啊我家里有一位长辈在70年代的时候呢 给当时的少林寺住持治疗过疟疾 因此呢就知道一些内情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从各个渠道了解到的 少林寺和的比较近代的一些历史啊 尤其是有关摄影性的种种传闻 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19年 也就是公元的495年 当时的孝文帝元宏啊 为了安顿来朝的印度僧人拔陀 在少世山建寺 拔陀呢就以少林寺为传法场地广受弟子 比如有律学巨匠之称的惠光祖师 僧仇等人啊都是他的弟子 这期间比较有名的事迹呢 就是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 也就是公元527年 菩提达摩也就是传说中的达摩祖师 来到少林寺 传道大乘佛教 有意思的是啊 关于达摩祖师七人啊 胡适好像曾经考证过 他很可能不是印度的德道高僧 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所以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佛教祖庭啊 少林寺自古以来 它就不只是一个寺庙 它是一个大型的宗教机构 而且背后往往有官府的深度参与 在土地改革之前啊 少林寺还是地方最大的地主 这个在《开国将领皮定军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到 他还被少林寺的私人武装给绞了枪 上千年的历史啊 我们就不细说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建国以后发生的事情 和施永信本人的一些经历啊 注意我做这个视频 其实不是为了猎奇八卦 整个少林寺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建国以后 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 还有市场化改革 还有高层政治的缩影 有心的观众啊 可以通过少林寺这个缩影 来去回溯过去几十年内 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的社会浪潮 接下来呢 我们重点讲讲 施永信其人 这个人啊 看起来贫困无奇 甚至还有点商人气息 跟我们印象中的得到高僧 好像有点差距 可是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啊 他不只是少林寺方丈 而是三百年来少林寺第一个方丈 所以他是如果坐上这三百年来 第一人的位置的这么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三百年来都空缺着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方丈和住持的区别 如果拿公司作为比喻的话呢 住持就相当于CEO 就是管理和主持日常工作的人 而方丈呢 更像是董事长 是公司真正的实权者 方丈这个词的来历也很有意思 是来源于 唯摩结经 来形容佛教一个不可思议的大神通 就是仪仗见方的地方 能占满几千个听佛经的信众 所以后来又演化成了 就是佛寺中最高职四人的职位名堂 那少林寺为什么从康熙年龄间 以后三百年都没有方丈呢 因为古代少林寺方丈 是很重要的宗教领袖 往往都是由皇帝侧风的 明摩清初的时候啊 第二十八代方丈 海宽法师出于对大清皇室的不满 拒绝了顺治皇帝的册封 虽然这件事大大激怒了大清 但是由于顺治皇帝 他本身是佛教徒的缘故 就没有责难他 但是呢 册封事件过了五年之后啊 皇帝又把海宽法师请到北京去 当面就要册封他 他知道啊 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拒绝 就真的是得罪皇帝了 他自己和徒弟们一定性命不保 于是啊 海宽法师就接受了册封 但是告诫自己的弟子 不可以接受清王室的职务 有这样的经历在心啊 后来大清就不再册封少林放账了 这个位置呢 就从1644年一直空到了1986年 直到我们的主角士永信登场 士永信啊 足家姓是刘 足名刘应成 字号 玩尹上人 这个称号是由于他是 1956年生于安徽省浮阳市的尹上县 跟我呢 还算是半个老乡 在士永信出生之后啊 少林寺正处于一个1500年来的最低点 解放后文革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为了破四旧 所有的和尚都被强制还俗 很多人不得不离开了少林 最后只剩下两个和尚 一直留在寺里面和造反派斗争 保护寺里的文物 就是当时的住持 士行政大师和他的徒弟士德禅 当时我家里的长辈就是在70年代去松山采药的时候 给士德禅大师治疗过疟疾 这年代后期啊就逐渐有一些和尚回到了少林寺 也逐渐有一些仰慕佛法的弟子 前来出家或者成为居士 世永信就是这个时候败入少林寺的 那个时候是1981年 他才16岁 这个时候呢 李连杰的少林寺还没有上映 少林寺正处于历史以来的最低点 基本上就是一片废墟 所以士永信出家的最初动机 应该不是出于利益的驱动 而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是出于信仰 士永信其实算是体制内出身啊 他父母都是有贬值的人 他也上过学 有文化 人也非常的好学 当时他的师父 行政大师就觉得他很有佛缘 而士永信出家后不久啊 少林寺的和尚就遇到了 史无前例的一个巨大的危机 这期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来讲讲 李连杰的电影《少林寺的爆火》 和由此给现实中的少林寺 带来的巨大危机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呢 请点赞订阅收藏哦 敬请期待下一期节目